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因为感冒所以说话有鼻音的九条 上回说到,三勒遇到了有些像希尔维亚的少女 接着,他打算先回乡境探索一下 于是发现,到了夜晚,这里竟变回了鱼类乐园 并且还有所谓的国王出没 夜晚的鲁鲁伊亚斯并不像地上世界那般漆黑 白天的鱼人僵尸也变回了普通的鱼 三勒此心的目的是破解库塔尼德能力的谜团 首先,他要调查之前出现的那种能将被破坏的建筑恢复原样的效果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破坏这个地方 远处出现了一条动作奇怪的鱼 大概是因为它进入了库塔尼德反转能力的范围进行了上下倒转 在三勒眼中,这个充满空气的地方对于鱼类来说则是充满了水 既然鱼类能够自由进入这个地方 就说明鲁鲁伊亚斯并没有和外面隔绝 正当他思考时,身后有只龙王鱼也进入了这个地方 三勒狂喜觉得正好可以利用对方来做破坏实验 然而,好事成双 跟着龙王鱼一起进来的 还有那看起来更加凶暴的燃起苍蓝火焰的国王 他正在和龙王鱼激烈缠斗 活像是怪物猎人的地盘争夺 龙王鱼似乎是被那火焰折磨得异常痛苦 准备用他引以为傲的嘴炮争回面子 然而,国王却纹丝不动 反手一个大嘴巴子将其打得歪到一边 除以观众席的三勒看得过瘾 他发现那只新怪物应该就是之前阿拉巴说的国王 国王将对方撞到地上 这是力量的绝对碾压 倒在地上的龙王鱼像条咸鱼已经在一起不能 但国王并不打算停手 只见他咬了上去 国王的口中出现了大量的火焰 龙王鱼痛苦的叫喊 紧接着国王的右手出现了缠绕的雷电 而龙王鱼已经被火焰烤得连忙撞强 雷电愈发猛烈 就连一旁看热闹的三勒也受到了一点波动 下一瞬间 雷电释放爬满了龙王鱼的全身 这一击直接宣告这场巨型怪物战斗的胜负 龙王鱼变成龙王烤鱼 教得透透的 这便是同时拥有苍蓝火焰和苍蓝雷电的雷燕精 桑了感叹 这个区域的怪物强度真不是一般的高 但既然是游戏 应该就不存在无法被攻略的地方 这种高难度的挑战 再次激起了这个高王的斗志 他准备把雷燕精的破坏力 当作测试这个地方的工具 他拿起龙王鱼的素材 露出你过来呀的表情 有时候最简单的策略最有效 雷燕精果然怒了 鼻子冲向三乐 这座都市能够被破坏到什么程度 修复的条件又是什么 这是三浪想要弄明白的问题 他要以此来制定攻略这个地方的策略 于是 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那座据说存在风降的高塔